苏-30SM战机俄罗斯部署,在叙利亚的空袭战机,昨夜传出俄罗斯一架苏-30SM在叙利亚赫迈米姆空军机地起飞后,于地中海坠毁,两名飞行员不幸遇难。 在叙利亚美国动作不断,战机更是奇迹落落,你方畅把握登场,不断地摩擦和争端,所谓的战获谁最后买单。 据美方宣布,两名飞行员原本有充足的时间弹射逃生,但他们选择揽救战机,他们心里很清楚一段失败带走的将是他们的生命,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,希望让他们选择去试一试。 或许有人会说军人的归宿就是沙场埋骨,骂格伯斯,可谁又愿意永远停留在异国他乡? 如果没有所谓的美国空袭,没有争端摩擦,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开战理由,他们会在哪里? 他们会在俄罗斯军营里,会去食堂吃饭,会去期待和家人的见面,会和战友开着玩笑斜靠在战机边上。 当他们飞翔在地中海的上空,俯瞰着破败不堪的叙利亚,远眺着美国的战舰航母,他们心里大概会想念家,向命军营,战机坠火前的奇妙里。 他们一定会哭,自己亲密的伙伴将永远离开,战争没有对错,因为一旦开始就是错误,不管是国破家王的流亡,还是沙场埋骨的悲壮,都不是一个生命应该有的结局。 感谢祖国的强打,感恩祖国的和平外交,90年代的我们不曾经历战火,但我们是如前任一般无二的讨厌战争,并且厌恶那些战争贩子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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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